现代的教育要学生打开视野 甚至接轨国际 阅读便是最好的方法 其中阅读报纸也是方法之一 高雄市光华国中结合阅读课程 就举办了《从台湾拥抱世界》 光华国中全国报纸展 展出国内线刊的32种报纸 亭刊的9种报纸 与姐妹报日本与国外的报纸3种 希望透过展出 让同学们了解台湾的报业文化 进而能够提升媒体试读的素养 这一切应该从今年的阅读课程开始谈起 车展的国文老师宋维哲表示 其实举办这个特展是真的是无心插流 因为当初在我们一年级的 国文弹性课程就有树海里面 本来就有读报单元 但是我在授课的期间就发现 尤其一年级的同学对于报纸 对于平面媒体其实是了解非常的薄弱 甚至可以说是空的零的 所以那时候只是想说到超商去买个几份 现在发行量比较大的报纸 让他们多认识一下 但我竟然发现因为透过这个 原来还有更多报纸是我不知道的 于是我就开始 比如说联络李岛 澎湖金门马祖 还有像花莲的更生日报 他们也都很热情把报纸寄来给我 那这样子一路收集下来 结果我居然收集到了32种现刊的报纸 那接下来再跟高士图三明分馆合作 那取得了一些绝版的报纸 甚至还有维缩本 还有核定本 那所以展出了这个全国报纸展 那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报纸展 让我们光华的学子能够不仅对新闻的了解 是深度的 而且是广度的 那知道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面向 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那让他们可以知道更多 那这个展览不仅仅是一个展览而已 其实它还是一个教学活动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刚刚所提到的一年级弹性课程游游出海 我们一定都会带同学来这边参观 来这边上课 那二年 二十年级三年级 我们会邀请各科老师 如果在课程可以结合状况下 也可以到图书馆这边来参观 然后进行相关的教学 以及议题的探讨 好像这一次我们现在现场展出了这些报纸 每一份好像都有它特别的意义 那我们选择了一些 已经停刊的报纸 那在选择过程中 其实也尽量有顾及到有关新闻的意义 比如说像这一则 熊女八十岁生日孝庆 然后前市长谢长廷市长与学生欢庆 因为很多同学可能已经不知道 原来谢长廷市长曾经是高雄市的市长 所以我特别选这一则新闻 让同学们不但认识高雄市的历史 也能够知道曾经存在的一个新闻报社 民生报当然对现在的孩子来讲是完全不知道的 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是一份年轻人很喜欢很重要的报纸 那我特别选择这个事件就是 李安导演他获得了奥斯塔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奖 那也让他们知道有这个新闻事情的主在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台湾人曾经获得这样的必要 那像中央日报的话 我一个是用萎缩本分拍的民国三十八年报纸 想让他们稍微知道一下 原来在民国三十八年 其实那时候我们的新闻可能不仅是台湾 还包含大陆的地区 还有很多的事情会在我们的报纸上刊登 那这个中央日报的另外一份就是他们的最后一天的报纸 那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到这个时候已经要结束了 那所以才会期待再相见 让他们了解曾经在台湾重要报纸 它的发展脉络跟历史 那另外像这边是曾经存在而且非常有名的三大晚报 那我会告诉学生三大晚报曾经有多么的兴盛 可是因为譬如说媒体的盛行电视的盛行 让三大晚报逐渐没落 所以后来一一停砍 那譬如说像中时晚报 我特别选2000年总统大选 那那个陈吹炳总统上任就职之后的那一天的新闻 那另外像联合晚报还有这个也是已经停砍的Trinaport 那不管是中文报还是英文报 我选择都是气报 那为什么会选择气报 因为我们光豪国中刚好就是在气报的正中心 当时的受灾也很严重 那其实对于这一届不管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三年级的孩子来讲 这都是他们生活上曾经经历的一个伤痛或事情 甚至有同学指着某个地方告诉我说 老师我家就在这边 所以我觉得选择这个新闻对他们来讲是有很重要意义的连结 那之所以会在这边置放外国报纸 很大于是因为我们光豪国中跟日本长野县毛衍市的北部中学校 有签订姐妹校 而这份报纸是在2015年签订的时候的报纸 那上面有刊登了像我们的有效国昌国中 五福国中心经高中 还有我们学校讯息 就是我们这四间学校跟毛衍市的四间学校 缔结为姐妹校 那所以这份报纸对我们来讲 不仅仅是姐妹校当地的报纸 而且跟我们学校的历史发展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读书馆特别把它保存下来 透过这次的展出 学生们也很有收获 可以看到台湾亭刊与现在还在发行的报纸 甚至是国外的报纸 了解到报纸的属性分类 以及报纸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发现台湾有很多种报纸 以前我不知道 现在看完展览之后才发现 世界各地的老师有展览 发现很特别 跟台湾的形式有一点不一样 发现报纸有不同分类 像是有宗教的 还有国际新闻 还有台湾内地的 还有金门马祖之类的 还有绝版的 以前小时候看的跟亲家看的有些不同 像现在看的都是看网路的 以前是看报纸之类的 会有一种符合的感觉 有学到就是 像是这边我就可以了解到最近国际发生了什么大的事情 我会看报纸 哦 那以前就有在看啊 有 我会看这些报纸 你都看什么报纸 社会类型 哦 为什么喜欢看社会类型 因为我觉得社会最近都可以了解 发生了什么事情 要怎么样做才可以保护自己 或者是保护国家 保护国家 率先全国举办正常的活动 校长郭宏珠表示 受到现代科技的影响 平面媒体逐渐没落 希望同学们了解台湾媒体的发展脉络与历史 也希望培养学生们媒体试读的能力与素养 我们这一次呢 最主要是要培养学生的媒体阅读能力 也就是媒体的试读能力 然后这些是我们阅读课程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的阅读老师他是相当有心的 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收集这一些 那最主要是因为透过科技的话 现在很多的新闻媒体是转为电子媒体或网络新闻 那现在呢 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一次 让学生也能够了解到报纸的眼镜 让他们去接触一下那个平面媒体 那其实这一些新闻的话呢 都是一些记者们的心血结晶 那透过这平面媒体的话呢 学生可以从各同样一个新闻 可以从各个的角度去了解 各个角度去切入 那其实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的报纸展呢 也是要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结合未来就是4月23日那个国际阅读日 那我们是希望学生呢 能够呢对于媒体的了解更加的有深度跟广度 那回到媒体试读的话 你们怎么样去教育学生 我们是希望学生呢 对于就是同样一件新闻 然后可以透过不同媒体的报导 从各个角度去了解 然后呢 其实我们在阅读课程也会让学生去做辩论 就是增加他们的辩论能力 那当然呢 我们的老师也会去做一个有效的导引 这项展出目前正在光华国中图书馆展出到4月11日 学校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来共襄盛举 要新闻记者陈文平高雄采访报导